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洁在公众播伴大家 你所收听的是看到电台FMQ7.5 新闻山上安来的节目当中 今天杨洁很开心邀请到我们这位 大家都很认识我们的好朋友 吴景发吴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老师你好 杨洁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发歌 近前杨洁后面发歌的时候 发歌是在我们的屏东县政府的文化处当处长 吴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当中 要跟大家报告一个 其实也不是报告 是说你人生的一个委员 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已经把屏东文化处的处长辞掉了 很多朋友很惊讶 事实上我不太想谈这个事情 因为我本身原来的计划 以前在中央文件会当过副主委 然后到地方上去当文化处长 就是在文件会的时候 它是规划一个文化的方向 对 那我必须到地方去实际操作 这个文化的方向是不是可行的 在地方上 所以我到地方上去 因潘县长的要到地方上去 做了三年两个月 到上个礼拜三年两个月 这个工作我就把它辞掉 是 那政务官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叫做政务官 一般来讲政务官和事务官不一样 事务官就是说你们高考及格 是正式公务员 在文官体系里面 如果你不犯太大的错误 大概只是职务调整 然后延续 政务官不是 政务官叫做政治任命的官 这叫政务官 那政务官是这样子 基本上他的权力的来源 是来自于那个被选举人的首长 譬如说县长 市长 或者是总统 他是直接民权 人民选举 选上他当县长 选上他当市长 那么他有提出很多的政见 文化的政见 经济的政见 什么政见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市长可以做 所以他必须去 在各个领域里面去找 他认为的专家 来执行他的任务 那么执行 找到这个执行任务 比如说找到这个文化局长 文化处长来讲 他就是帮我执行 我在对选民承诺的文化证件 那他当然会必须找一个 比较专业的人来处理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的状况之下 政务官什么时候 有的时候会出现交替 在三种情形之下 会产生交替 第一个就是说 他犯了很多过错在政策上 所以他认为说 和民意的这个意见 差太远了 人民觉得说 对他的错误的政策的说法 不认 所以他就只有 离开一条路 那第二条路是 也就是说 政治 政务官 政治情势改变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所长为了需要 为了这个需要 他必须改变这个政务官的角色 让他去显现他的政治的见解 我这样讲还是很复杂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OK 川普最近把国务签 这个提勒斯 这个把它犯掉 犯成了这个 庞 庞比欧 那为什么呢 因为提勒斯其实是一个非常经验 非常丰富的一个 一个国务卿 但是他对北韩的立场上 和这个川普 有不同的见解 是 那经常发生一些 见解上的摩擦 那在这个时候刚好呢 北韩的竞争案要和他和谈 是 但是这个时间 他和美国和中国的冲突 又变得非常的激烈 是 那他为了向中国表示说 我川普和竞争案谈判呢 并不是我向他示弱 所以他就把国务卿换掉 换成庞比欧 庞比欧是川普团队里面 最鹰派中的鹰派 始终就认为 你北韩如果你在永和 我就打掉你了 OK 所以他这个时候换提勒斯下来 往庞比欧上去 只是川普总统在他的政治策略上 我要让中国你理解 我用的人是这样 我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时候政务官 为了这个整个政治情势的需要 他要下来 和他做的好不好 无关 没有关系 而是总统的意志要表现出来 他要用怎么样的 那第三种状况之下 就是说 政务官 我刚刚讲过了 政务官的权力 是向县长借的 向市长借的 譬如说高中市的文化局局长 任命他 谁当文化局局长 他的权力事实上是来自市长 市长是直接民选 市长的权力是来自人民给他 选票给他支持你 支持你的政治理想 然后他找一个文化局长来执行文化的策略 那这中心问题在这里 政治人物 我刚刚讲过来 文化局长来 他是文化的专业 那市长 市长不见得是文化的专业 那么这两个中间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见的不同 那么一般的文化官 这个政务官他就会衡量 这个县长要改变的文化的观念 和我的观念 我当然要修正自己的观念 去符合他的观念 如果差距太大 实在是太大了 没办法 政务官就应该离开 不管你做得好不好 要不然 要不然就失去了这个意义 譬如说县长觉得说 这个时候的文化政策 就是要赚钱要赚钱要赚钱 那是一个文化官认为说 不是文化和教育是要长远 一百年来思考的 那在这个时候 就会有很大的出路 不是说谁对谁不对 而是你用两年的时间来看文化 和用五年和十年来看文化 做法会不一样 想法会不一样 譬如说一栋古籍建筑 县长说我在论棋里面 通常要修好 但是文化官认为说 他有文治法保护 我不能随便换 他不是盖一个普通的房子 那这里面就有摩擦 摩擦的时候 那政务官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 在我的文化专业里面去妥协 我自己就应该要离开 这中间呢 没有不关乎你做得好或不好 而是这个政务官的伦理就是如此 所以政务官朝来朝往 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也觉得很自然的事情 本来我不想讲这个事 但是因为我退下来在家里写作的时候 这个消息总是会出去 因为议会已经开始了嘛 因为今天的文化处长 不是吴景华坐在那里 那大家一直打电话 一直问问 结果呢 我本来是要退下来 好好的把我几年来的 我是一个文学家 要把一些长篇小说安心的写完 而且我进行的很顺利 但是那个电话不断 不断的来 我的LINE不断的来 你不回又不礼貌 那你接了你就没办法情绪上连贯去写作 你难免心理上会有一些波浪 所以我就干脆说今天来呢 就把它讲清楚 那事情就是这样 我后面还有的路就是安心写作 然后都来上快乐电台的节目 因为我在屏宫到处都碰到我以前发哥的听众朋友 每一次都就问说 发哥你为什么不再去讲这些故事 他说我听了你六年多的节目 你现在没有 我这吃东西都没有味道 刚刚好像计程车司机也是你的听众 我刚才计程车司机 他还坚持不收钱 到最后运给他 我最近坐了两趟进车都没有 给他钱他就不要 他说我听你的节目六年多 我知道你很认真 很多把书把历史念很常识的准备在讲出来 他等于说我在开计程车 没有时间念书 我的生活也逼得我没办法是念书 但是呢 你的节目让我一直在充实 我觉得说很感谢 他就不要说我的计程车会了 而且一再讲说 发哥你就回去再讲一讲 让我们也增加一些知识 也是很感动 这个广播也是很有魅力 对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很期待 我们发哥未来的书籍的这个发行 吴老师 你是不是决定说一次把能量全部爆发之后 下一次能量一起再出来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我从19岁开始写作 写作到 我记得好像是在五十几岁以后就没有作品 就是说将近有八年的时间没有出版新书 对一个作家来讲 八年到十年没有出书 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也就是说以前我一共写了三十本书 包括政治评论 出版了三十本书 也有好几本书都拍成了电影 所以你们看着《春秋茶室》 《烟田少年》 《秋菊》 《青春无悔》 都是我小说改编的 OK 那我是基本上是个文学家 应该是我就安心的创作 但是时代的一个变化 使得把我推上一个舞台 就是说有些行政所长 那我说 你讲了很多东西里面 你的外国的经验里面 你来做文化行政 也许可以服务更多的作家 艺术家 音乐家 也是基于这样的责任感就下去了 那下去老实讲对我来讲是很偶然 下去以后这个职务下来了 休息一段时间又被推到一个职务区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这个执行文化行政的过程里面 确实也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时代里面需要 譬如说很多的古籍 要不是我去 大家不知道那个历史 就把它毁掉 譬如说有一些历史故事 台湾人教育里面 一直没有历史教育 所以他不知道 台湾人的历史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 经常做一个对台湾历史的 这个深论的时候是错的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么透过写书可以 可以去影响它整个 所以日本他们 美国这些国家 他们说作家就是 一个民主的灵魂工程师 所以这两个工作里面 一个阴一个阳 这两个工作都要进行 同时去做 OK 其实 今天老师来杨姐直播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发现老师 大家有没有发现 老师最近瘦很多 因为 因为透过我们的 FB的直播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吴景芭 吴老师 其实老师身材保持得不错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你有在规划 你的人生 我觉得不错 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建议 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你做任何事情 尤其我们年纪 慢慢有一点增加 你会发现到 你的体力在衰退 这个是每个人 都是必经的过程 但是你如果不维持 相当的体力 你做很多事情都不行 是 譬如说我讲 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很多政治人物 我觉得他可以有 更大的好的前途 是 但是他身体不行 身体不行了 他就只能在 那个位置里面退下 那文学家也一样 你慢慢的年纪成熟以后 人生经验成熟以后 你必须有一个 比较大铺头的作品 再也不是写那个 短篇小说 你已经觉得不过瘾 你要写交响乐 那你就 要写一个长篇小说 你要非常有 耐力体力 去处理这个问题 除了你有很多的灵感以外 你要这个体力 那自己就要去锻炼自己 让他自己维持一个体力 最起码 在这几部书 写完以前 你不能够 不能够 下手而轻 不能够拜拜 那未来完成这个理想 你身体要保持健康 是 保持健康 每一个人方法不一样 有人去慢走 有人喜欢去爬山 有人去打球 对 那我是选择武术 OK 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大学时代 跟一个楼道的名师 叫洪超雄 老师学楼道 OK 写了四五年 是 但是楼道你知道 他是 他必须摔嘛 打 那个你过了五十岁 就觉得说 你没有持续练习的话 摔下去很容易 就手骨摔断 有可能骨折之类的 骨折就常常这样 所以就换了另外一个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一直想要去学 没有学的 是 那就是练剑道 OK 那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去想要学剑道 但是没有去学 因为那个剑道的道具 当时非常贵 非常的贵 所以当时在学生时代 我还是一个穷学生 买不起 那现在 也不是说现在比较有钱 现在是比较稳定 日快去买一套 比较好的道具 那刚好高雄 武德殿的陈信环老师 在台湾剑道界 是很传奇的一个存在 所以我就去和他学了剑 那刚好高雄 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道场 叫做武德殿 做起来也是很奇妙 这武德殿的补助修复 是我在文建会副主委任内的时候 管毕临立委提案 来修复的 修复以后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有一天退休以后 回来以后 这个我披功我的补助 然后到最后是我来这里 享用这个古迹改编的空间 在这里运动练剑 所以很多事情绕一大圈 就回到自己的位置 是 譬如说到屏东去 当时的演艺厅 我也是签过一名盖隔章 但没有想到说绕一圈回到屏东 OK 是我来结束他工程的最后一步 然后让他完成 开幕 演成开幕到现在 譬如说在屏东的访僚 保安公 当时是潘县长还当立委 和地方人士大家申请 这个庙很有历史 不要拆掉 我们把它移动 移动的十几公尺 我也帮忙来拉这个庙 但是周末也没有想到 绕了一带圈 将近十几年以后 来的时候也完成了这间庙的修复 所以人生其实 尤其在文化圈 文学界很小了 我们绕来绕去都会碰上 但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就是 我们回顾这一段过程的时候 我们的青春不后悔 我们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那譬如说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我不是要表工不是 我是要让大家一群人 知道说当初有一群 所谓被称为梦想家 是 认为不可能事情 但是他完成 比如说柴山自然公园 我们当时是爬山 然后我是第一任 创那个召集人 自然公园的召集人 所以我们希望他变成自然公园 当然后来第二任第三任后来的会长 他们这些会员很努力 终于在几年前 他成了台湾第一个都会公园 旁边的自然公园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魏武营公园 和曾贵海医师 卢友义建筑师 安全人 当时军队还没有搬走 我们说要变成一个公园 还被政治人物骂说 你们脑袋坏掉了 这一平地要六十万 六十甲地你们要变公园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说 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只是认为一个理想 一个都市的 要一个理想的公园 我们就去奋斗了 但是我做梦 我们当时是想说 这种梦想的完成 是这辈子看不到 下辈子会享受 但是做梦没有想到说 我们这辈子完成 所以很多的梦想 还在进行中 但是身体一直在老化 那就必须去锻炼它 但是我就选择了建筑 来锻炼 OK 其实我们透过脸书当中 也可以看得到 像这一张就是 我们在练剑 应该是前几天的画面 对不对 那时候是练剑道的画面 这一张就是 我们老师把就练剑道 就老师练剑的一个画面 我觉得这个空间就是我们 老师你练剑的武德店 对不对 高雄武德店 最近其实有一个画面 非常特别 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本来主要我是要谈以下的问题 前面是因为实在是困扰太多了 在家里电话太多了 所以只好来公开来讲一下 是不得已的 那至于剑道这个大会 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是这样 每年三月份的时候 原先是日本的一些 剑道的高段的先生 他们来和高雄武德店 交换这个心得 互相演武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高雄武德店的 总师范 剑道师范 陈信环老师 他是高段的剑客 他是八段 那他十几岁就到日本去留 他八岁就练剑 十几岁以后就到九州 去留学练剑道 那进入了这个二天一流 二天一流的始祖 就是公本武藏 我们练武教小说的公本武藏 二天一流的这个道场 那他们三个师兄弟 是被老师看中的 那他是这个三个师兄弟 里面第二个 那原来的这个宗家 第十代的宗家 是要把日本的剑道的盟主 这个家 掌门的位置 送给他的大师兄 但是在送给他大师兄以前 他大师兄不幸发生抽火过失 他就开始去考虑 给第二个就陈信环来接 但是他是台湾人 那么在日本的剑道流派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宗家是外国人 那后来第十代的师范 有一天给陈老师讲说 我们这个刑道流派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 就是第八代的掌门叫做青木规矩暖 青木青色的木头 很有规矩的男生的男 青木规矩暖掌门 是曾经到台中日制时代 在台中开道场 在那边交建交了一二十年 那后来日本战败以后 他要被遣送回日本 那他有一个信物 就是公本武装亲自磕的那个木刀 OK 那个是他的信物 还有他的这个命剑的卷 是 那他有个地址讲说 因为我们现在日本要离开台湾 在海港那边都要检查 是 国民政府军来了 那可能这些东西会被没收 但是那个对我们这个中派太重要 是 所以他说我就寄放在你这里 OK 等到十年以后 社会比较安定的时候 我再来拿这个东西 那果然时代就这样推演 十年以后 青木归吉南掌门就来到台中 就把剑和那个秘籍带回日本去 是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在日本变成一个大新闻 啊 独卖新闻用第一版的铜板 整版的报道这件事情 OK 那么就很多人建议说 公本武装的木剑 是 这个属于国宝级的东西 怎么会放在家里 啊 那国立的博物馆里面就有意思说 应该收藏在这里 公本武装的东西 亲自的东西 啊 有些东西要收藏在那里 是 但是现在他的宗家 还是有收藏这把木剑 OK 他的秘籍或者他的画 都在这个国立博物馆 OK 那因为这个缘故呢 所以第十代的宗家呢 长白呢 就说 我们和台湾有这个 这么深的缘缘 所以就传给了 第十一代的宗家 就叫陈兴华 哇 原来是这样子 那就他回到高雄来 开了这个道馆 刚好这个古籍修好了 他就在这里交 好 那台湾刚开始对建道 不是那么重视 是 所以在这里 好像一个宗家在这里 他们我们都没有感觉 但是你跟陈老师到日本去 一下飞机场 你就看到他的那个气势 几十个地址都在那边排在这 等着见他 Oh my god 所以这整个就是说 台湾人 好像只认定那个很会赚钱的人 才是人才 是 一个好的文学家 一个好的建道家 在我们社会里面 好像不太有地位 是 或者是一个很有名的茶道家 是 都还要为生活在挣扎 这个在日本 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 OK 那我先让台湾不解 等一下我们讲到过后 再跟吴景芳吴老师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最有能力 尤其是议员 我要拜祷大家 市议员的初算 电话边调 专业来支持 黄真凌 等会我们也感谢 罗兰 你们好 黄文艺是我的爸爸 他要选林雅星先前进去 是议员 请给我爸爸一个机会 拜托支持黄文艺哦 大家好 我是三明区市议员 何全峰 高雄电话电 三明登进步 铁路地下化 石泉志宏池的兴建 副顶金公墓变成公园 全峰在议会 也努力推动 声誉津贴补助 泰幻老旧机车的补助 我们生活的地方 正在改变 恳请大家 3月19到23号 接到电话民调 唯一支持 何全峰 你们好 黄文艺是我的爸爸 他要选林雅星先前进去 市议员 请给我爸爸一个机会 拜托支持黄文艺哦 大家好 我是三明区市议员 何全峰 高雄电话电 三明登进步 铁路地下化 石泉志宏池的兴建 副顶金公墓变成公园 全峰在议会 也努力推动生育津贴补助 泰幻老旧机车的补助 我们生活的地方 正在改变 恳请大家 3月19到23号 接到电话民调 唯一支持 何全峰 快乐 快乐 接下来 97.5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场时间 12点45分 12点45分 你收收听 是快乐电台FM 级7.5 新闻少许 我们在这里和朋友杨洁 那现场当中 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发哥 吴景发 吴老师 在这场当中 每次其实 吴景发 吴老师来节目 大家就听得井井有味 很舍不得进广告 当然 我们在这场当中 吴老师 跟大家说 很多 故事 其实都是有渊源的 刚刚在听吴老师在说 其实见到 我们还可以讲好几集了 那这次活动 其实 很重要的是 这次的一个交流的活动 是一个国际性的 一个比赛 是不是老师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个活动 是这几年 已经形成常态 我刚刚讲过了 每年三月份 日本 韩国 美国的道场 还有这个 香港 港桌的教堂 那个道场 他们都会派高手 很多的武断以上 甚至都八断的 这一大群 那这些高手来台湾 那来这里 做交流 有个很重要的意识 意义 因为 二天一流的 剑派是 在日本 是很重要的剑派 他就传到台湾来了 掌门人 现在是台湾的掌门 那么他们必须来 互相交建 互相的 会和互相笔建 是 会建 很客气的会建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 让台湾的徒弟们 得到一个印证说 日本的建道 正统的建道 是怎么打的 如果我们是不对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修正 OK 维持那个精髓 那么为什么 这个笔建很重要 因为在日本 建道是它的国际 国家的技能 他们的地位是很高的 在日本 建道 茶道 花道 太古 是同一件事 OK 所以 他们的教育里面 从初中高中的建道社 是很流行 是 那在二十四级大战以前 都知道 台湾连小学生都练建道 那建道的用意是 练你的胆识 还有你的安静 内省的功夫 那么所以 他日本来和台湾的高手 切磋 这个建树呢 主要不是说 你胜 还是我胜 而是让日本的建道专家 知道说 台湾的建道 发展到怎么样的方向 OK 那么台湾的建道 是觉得说 我们有没有 失去了建道的精神 变成了一个运动而已 我们可以反省 那么每年到了 十一月的时候 陈兴环老师 又会带着台湾的 建道高手一团 到日本去巡回道场 去会建 OK 譬如说一年在九州 一年在京都 在哪一年 也许到了东北 那些地方去 每一个教堂 那个道场 互相的切磋 让台湾的这些高端建设 去见识到日本的 建道的这个规矩 是 所谓建道 它重点不是在建 而是在道 不是在建 所以这次来的 建道的高手里面 你会发现到 日本的建道高手里面 将近两百个人 OK 有九十五岁的一个 建道高手 今年我和他打过 九十五岁的 建道高手 九十五岁还会打 我九十岁的时候 和他打 三分钟的 练打里面 我一刀都砍不到他 一刀打回啊 一刀都打不到 九十岁的时候 我们下去比 今年九十五岁了 当然我们不好意思 请他 我们指教了 但是我旁边问他 九十五岁还是建的 他告诉我说 他从八岁练剑 每天如果不冲台翁天的话 每天在庭院飞刀飞一千剑 所以他告诉我说 我打你三剑都打中 你打我三千都打不中 你知道建道是什么吗 建道就是八岁打到九十岁 所以他那很有道理 另外就是他的副大臣 这是日本建道联盟的顾问 叫做恒友活忽先生 他是以前环境部的前副大臣 是什么 副大臣就是副部长 他是日本的环境部是很大的 环境部的副部长 还有四个前的众议员 一起来 他们都是建道五段以上 所以他们这些内阁里面的部长以上 都是建道高手 那这个是延武大会 那么他们16号晚上就到了 陆陆续续会到 那16号晚上 你们如果对建道有兴趣 你要看看高手 在哪里 过招 就在高雄伍德殿 傍晚你大概 我们六点半开始打 你六点钟要来 就在那边等 在旁观 里面可能进不去 因为太多高手 大家强调让他请教 在外面可以拍照 旁观 你看看那个真正的高手相会的时候 他那个拍看电影的电道片 有什么差别 那么还有礼拜六 礼拜六一整天都在五德殿 那么早上10点钟到11点钟 就有高手缺瘦 互相的缺瘦 也是很精彩 你也可以来看 那剩下11点以后就是 就是个人赛的比赛 那重点在3月18号那天早上 会在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10点钟开幕 你大概9点钟可以来 10点钟开幕以后 我们有邀请高雄市的市大家长 那位陈菊有邀请 陈菊市长 还有将来要选市长的陈其脉立委 因为他一直很关心这个建道的东西 当然像管立委赵天宁立委 我们都会邀请 但是好像是陈市长要到美国去访问 陈菊市长 那陈其脉立委会来支持开幕式 然后就开始了全国的单对单的比赛 那么到19号礼拜一的时间 这日本的客人就要在高雄观光 看看高雄的文化风景 所以在建道上来讲 这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每年就只有这两天 我们会看到 真正的八段高手 八段高手的对决 你可以看到他有多精彩 一秒钟都不能错过 0点一秒一瞬间都不能错过 这是除了这个 二天一流的武藏的建树以外 他还来了这个 在日本建方很有名的北城一刀流 北城一刀流 他是在幕府时代很有名的 这个千叶座座 这个大师 建造大师 他的第五代的孙子 孙女会来 把北城一刀流的建法演示给大家 还有他第六代的宗家也到 他要让你知道北城一刀流的这个 这个秘法 他建法是如何 那不是很难见得到的事情 所以来的其实建派很多 二天一流 北城一刀流 或者关口流 真元流 九州的真元流 都会来 你就看到不同的刀法 你如果对武术有兴趣 或者说你没有练建道 但是你对武术有兴趣 你要看看电视里面拍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骗人的 你就来看真正的高手是在怎么样 对照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机会 是是 那等于说今天十五号 明天十六号 等于明天开始就一连串了 对 明天傍晚就开始在高雄武德殿 是 你知道高雄武德殿就在那个 古山区那里 是古山区那边 是是 最后我是要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叫建道 你们看到哪的木刀啊 或者是真刀的时候 是武士刀嘛 对 那不是叫刀道吗 为什么叫建道 建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不理解这个整个历史 日本的建道是在大化革新 日本在唐朝的时候有浅唐使 浅唐使就是说派 日本知道自己的文化的厚度不够 大唐帝国的文化是很有很有气势的 所以他们派了大使以外派很多留学生 去留学学活经的 学什么建筑的 什么都有 其中就是武术的 他们去他大唐帝国看到了 李世民 李世民是打天下建立大唐帝国 所以他当皇帝以后 在这个皇宫外面盖了一个比武的演武场 他李世民就用书法给他写下 命名叫武德殿 那每年呢就在这里比试武功 最好的最优秀的提拔出来 变成他的御灵军 他保护他的御灵军 那么这个日本就把他传回去 也就在皇宫旁边呢就盖一个 延武的宫殿 也追寻大唐帝国的这个名称叫武德殿 所以今天来武德殿的原因就是 武德殿不是日本人发明的 是唐太宗所命名的武德殿 那当朝唐朝的剑是直的 是 剑是两面都锋利的 直剑 所以他练的那个剑道是直剑 刚开始的时候 那穿的那个武士穿的是 那个那个武裤呢 事实上像裙子的 是 他这个裙子里面有五个折 五折 那你明天到这个武德殿 你去看看所有的武士穿的裙子 是五个折 还是和唐朝一样 因为那个叫做一个武士应该遵循的道德 人 义 礼 之 信 所以你到道场你就发现它是非常规矩的 完全你看到真正看到的这个规矩 就像我们念世书的时候 孔子所讲的 击让而生 色 退而让 这些礼节都在 很有礼貌的 其实在唐朝就开始 那么在日本 因为直剑在实际战争的时候 在马上砍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伤到自己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剑改良 慢慢地改成单面的 用劈砍方便 那算出那个弧度 现在武士刀的弧度 这个弧度他认为是在 马上作战最有利的 变成了武士刀 但是你用了武士刀 但是你念剑的那个道德 应该遵守的规矩 还是一样的 所以叫做剑道 OK 本来是这样 今天时间的关系 真的每次听我们吴老师 在讲这些历史 大家都真的听得津津有味 当然这次的完蛋 我们的这个 见到演武大会 很热闹很精彩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从明天开始下午 就有很多一连串的活动 大家可以来参加一下 那下次我 因为现在老师 现在在写书 我们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节目 给大家讲这些故事 以后我会 以后你专心收听 快乐广播电台 以后我大概会常常上来 OK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吴景发 吴老师 在我们共同 给大家记敏 感谢你吴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感谢听众朋友 收看我是杨洁 最后大家有一个 美好一节 我们下回见 拜拜